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声乐老师 康老师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声乐技巧的第34讲 今天我将与您一起来探讨和学习 声音的干净 清晰 如何训练呢 我将有四个小点与您一起分享 第一个点就是呼吸控制与投射点 第二个小点就是发音的清晰及语感的变化 那么第三个小点呢 也就是适当的速度和呼吸停顿的控制 第四个小点也就是自我学习及寻求指引 好 我们就来到第一个部分 呼吸的控制与投射点 所以我们的声音想要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清晰 无论是唱歌和说话 所以呢 你的呼吸的控制 包括你的投射点非常重要 那我们第一个如何理解呼吸的控制 我们的呼吸呢 控制之后 我们采用是隔肌的这个控制 要记得我们先前 你追随我的频道的时候就知道 其实我们的呼吸的控制 应该是压不是推 那特别这里是压不是推 它其实追寻的一个是 持续非常均衡 包括你的呼吸当中 调整的时候是非常的从容的 不是一个急触或者太拖拉的这样一个气息的控制 我们说之前你看有快丝 有慢丝 包括那个控制 控制我们说30秒 你看一吸下来 扩开 控制 应该在这个部分来进行它的原动力 这是我们的呼吸的控制 在这个里面 千万不要说去推它 而是真的是在这里面 保持住气息的控制 好 那再来有了这个气息 这个呼吸的控制 接下来就来到投射点 说是投射点呢 其实它再从专业词汇词语里面 它其实也就是我们的亨明的这个高位置 集中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声音的干净 声音表达的清晰度 它也是关于你的高的方向的位置 我记得呢 就是在我所接触的人群当中 那有很多人可能发声的时候呢 他用这里很好 他自然当中带来这一块 那有很多人呢 也是没有这里的时候会变成那个嗓子里面更多的活动的声音 比如说你看 我们说八百标兵 八百标兵奔北坡 我们应该方向从这里 那有很多人在说话的时候变成 八百标兵奔北坡 那也有 对吧 那如果您的声音你想要表达更清晰 更听起来干净的话 应该是建立这个投射点 专注在这个地方 多练习您的亨明练习 投射点在这个地方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 这个声音呢 我们说话 你的真声应该是要比较多的 您的投射点呢 这个地方 然后也要加上您的胸声的真音 比如说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 摸着这个地方 铃铛发出一个 这个地方是很震动很大 然后呢 带在这里 从这里出了 这个清晰度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带上这个呼吸的控制 还有这个投射点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一个 八百标兵来尝试 你看这里保持住 加上这里的 我们的投射点 胸声还有这一块 我们就变成了 八百标兵奔北坡 这是在说话里面更多 那如果唱歌呢 也是一样 你想听这个声音 更为清晰 更为干净 我们就用花飞花来做个例子 还是这样 这个保持住 投射点在这里 花飞花 连贯在一起 你会发觉 我们来到第一小点当中 呼吸的控制 与投射点 你会发觉 你的声音会发生 很大的一些本质变化 好 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小点 那么再来到第二个小点 也就是 我们要想这个声音呢 听起来非常的干净 听过去又非常的清晰 那第二小点呢 你的发音 一定要清晰 包括您的语感 语感的变化 怎么理解呢 先从发音的清晰 我们的发音的清晰 你的咬字准确性 应该是跟它的字头有关系 我们的字头 字辅 字尾 你想要让你的声音饱满 应该是在它的字辅和字尾 通常说 我们就说原音字母 可以让声音更饱满 但是你的清晰度呢 跟字头有关系 比如说八百标兵 你看字头拨 你的八 的拨的时候 肯定很清楚 像一个利剑一样 啪 好 你接近在第一个小点 你看这里保持住 又有你的投射点 然后我们发一个 八 八百标兵 你看拨拨拨 我都把那个清晰度 像利剑一样要准确 你的嘴唇的力量 清晰度 你会发觉这个声音 来的会比较清晰 那么在关于你的原因 你想要让这个声音 听起来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圆润 所以你的字符地方 也要准确性 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还是按照第一点的基础上 我们把字原因的地方 还是八百标兵 你看 八 你的阿 一定保持在后面的那个阿 百 也归应到阿 还有包括在一当中 你会发觉这个声音 有了拨的清晰度 然后你的声音的干净 利索 在那个原因当中 八百标兵 有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有字头 字符字尾 你的清晰度 会更加更为清晰 好 那唱歌呢 也是一样 你看 你看 每一个字 开始字符 字头 非常清晰 快速 然后直到后面的地方 你准确时候 无论唱歌和说话 你的字就是更为清晰了 好 再来到我们的语感变化 第二个小点里面的 语感变化呢 我们说语感 你在朗诵这首词 或者这首歌曲 或者朗诵一个演讲 你一定要抓住它的情绪 比如说 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八百标兵 我想要用一种很喜乐的心 八百标兵奔北坡 你的情绪的色彩的变化呢 你给人传达的一种是什么 是一种喜乐的心 八百标兵奔北坡 同样呢 我有一种怒 有一种怒气 来传达你的情绪 因为你传达 用这个词 表达你的情绪出来的 是一种怒 八百标兵奔北坡 喜怒哀乐当中 你都有不同的情绪 因为这是你一个 无论是演讲 还是你在说话 因为你要带着你的情绪 想要表达是什么样的情绪 你要清晰 你的情绪表达越清晰 你给人抓住你的重点 会更容易 唱歌也是一样的 你看花飞花 雾飞雾 它是一种给人一种 非常轻松 充满了有一些 似梦似醒 倘若这个语感呢 我变成一个模糊不清 连自己都不清晰 我就只追求声音 你想要表达一个 什么情绪呢 当别人开举不到你的情绪 对你的语感 抓不到你的重点 所以呢 你所谓的声音的干净 还有包括你声音 表达出来的清晰度 让对方就很难 去抓住你的重点 这是我们的第二小点 关于发音的清晰 及语感变化 那么来到第三个小点 适当的速度 和呼吸停顿的节奏变化 怎么理解呢 我们先说适当的速度 这个适当的速度呢 我们会分为两个小点 一个在唱歌当中的 这种速度变化 还有呢 就是在我们的演讲 说话时的这种速度的变化 好 我们先说唱歌 我们唱歌无外乎 有一种无伴奏的清唱 还是有伴奏的 好 有伴奏的时候呢 可能对您的速度变化 其实没有很大的一个 它已经固定在那里了 除非是一些自由散漫拍子 让你去 但是如果你用了伴奏 用了在 特别是你用了音乐伴奏 那基本上固定死了 多少拍就是多少拍 当然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当你遇到快歌 的时候 遇快歌 但是你心中那个要慢打节奏 当到遇到慢歌 你的那个节奏不能拖 你还是要快打起来 那种节奏 这关于速度的 那么还有我们唱歌 那清唱呢 我可以控制我的速度 那没有音乐伴奏 或者我只跟钢琴伴奏 或吉他伴奏 他们是随着我 我是一个主领 或者一个主唱 他们会跟着我的节奏走 那这个时候你的速度 这个时候就尤为重要了 那你自身来说 你得考虑到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的情绪 它表达是什么样的 你的那个速度的准确性 还有包括你的自身 这个唱歌的技巧的能力 比如说我遇到这首歌曲 它是很快的歌曲 那这个快的歌曲 因人而异 它可能速度是120或110 但是你当中 我感觉这个 我呼吸都困难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速度 稍微放到你自己最舒服 你的情感 更能够表达的一个速度 好 刚才我们说到 这关于是唱歌方面的这个速度 那还有呢 包括你得唤气的地方 唤气 你一定要跟随这首作品 那个词译 首先第一优先秩序 应该是这首词 你一定要不要 就是打乱它的一个节奏 比如说 花飞花 无非无 一般来 这个当中它就是一个句子 它是一个比较表达的地方 比较能够完整出来 然后你后面呢 花飞花 无非无 也般 你东间不唤气 你会感觉 这个语句一下就破坏了 你会憋着那一口气 可能你没关系 你一口气可以三句四句 但是你要从这个语序 你去朗诵的时候 它的重音主卫兵 还包括它表达这句够不够清楚 在那个地方应该换口 比如说 花飞花 花无非无 换气 夜半来 天明去 诶 这个时候刚好 这个语句 语速 还包括你的语感 出来了 那就在这里换气 你千万不要变成 为了换气 而换气 你一定要考虑到这首歌词 还包括你在做演讲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整个句子当中 表达一个清晰 你要表达的重音 还有包括重点的关键词 要把它在这个基础架构当中 然后再去做换气的处理 好 这是关于停顿的地方 好 所以呢 我们再来 刚才说到了 我们唱歌也好 还是在做演讲当中也好 还有包括我们的 这个语的速度 还有呢 我们的停顿的换气 总而言之呢 语速也好 还是停顿换气也好 你追寻的这个原则就是 你能否把这个词表达的非常清晰 你的语感 可以包括你的速度 让别人听起来不突兀 而且呢 又在你的能力驾驭当中 好 那这样的话 出来的地方 你的声音的干净 还有包括声音的清晰度 让你听过去非常的赏心悦目 好 这是我们来到了 我们说的第三个小点 适当的速度 和呼吸的停顿的节奏 那么再来到第四个小点 也就是自我的学习 及寻求指引 那我们先分享第一个 自我学习 我们学习当中 我们知道 其实最最好的老师 你是要把他录下来 自己反省 自己去揣摩 所以这是自己当中呢 可以看到我的不足的地方 和优点的地方 你应该从这里去入手 举个例子 我在唱这个花飞花 我录下来了 我刚才某个字 我可以再把它打开一点 我可以把那个字头 再准确清晰一点 你就从四个方面 去反省你自己 气息 位置 咬字 还包括你的共鸣点 你就有方向性的 或者你就抓气息 我刚才哪个地方 可以再调整的 这个关于你自己 还包括字头 我刚才字头有没有清晰 字符字尾 有没有准确 你按照这样 按部就班的去 你这样去听的时候 再听 自我感受 这个地方 我其实还可以唱再好一点 你可以做个笔记 把你的谱子拿下来 或者一段演讲拿下来 我刚才这个地方 应该可以这样去处理 停顿 这个停顿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停顿 或者我有三种方式来停顿 你就把它再清晰 归为在这里 针对性的去学习 好 这对唱歌也是一样的 在我唱歌当中 我录了这一段 我开始可能 针对气息 还有包括个别的音准 还有包括我语速 还有包括我用这样去表达 是不是很准确 当这样我做了每一点 自我反省 在谱子当中 去做标记 然后在录音当中 自我在反省 在当中做笔记 当这样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自己去反省 得出的这种经验 可能比别人给你提出的建议 可能会来得更深入 更深刻 当然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谦卑 当别人给你一些建议 无论他说的对 与不对 这都是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对的时候 真的确实是我需要提醒的地方 当然他说的地方可能没有够准确 但是我就为了他这种态度 给我这种建议 我也是感恩的心 这个时候当他说 其实我已经做到的 那我就加以防范 加以提醒自己 这叫做自我的学习 再一个就是指导 指导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因为我们开始学习的阶段 无论是在发音 就是说话的发音 还是唱歌这个初级阶段的时候 可能这个时候凭你自己 可能你的听觉 包括你听一下录一下 我感觉没很大的区别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不妨你找一些 比你学习有多些经验的同学 或者说在这方面 比你更专业的人士去听一下 然后再一个就是 如果您的时间 经历经济各方面 可以富足的情况下 那不妨找一个专业的 比如声乐老师 或者你在说话方面呢 你想要更加进取的 找一个播音主持的老师 那针对性的去加强 我想的话 您通过这样一个自我反省学习 又通过刚才四点这以上的这样说 那我相信啊 这不光是对咱们这个声音的干净 清晰度 有这样提高去训练学习 我相信针对您的声乐 针对您的说话 这个可能也是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了 当然 我做这样一个教学出来 我的初衷点 就是如何能够过来学习的 听众们 观众们 亲爱的朋友们 那我觉得做这样一个教学下来 能够真的是可以 一个叫做抛转隐喻的一个作用 当然在这里面呢 我所认知的知识 技巧有限 也欢迎您在看到我的教程的时候 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也欢迎你们提出建议 或者是有更好的一些方法 可以帮助到同学们的 也不妨欢迎您留言 我们共同一起来学习成长 好的 今天跟你一起讨论的关于声音的干净 与清晰度 怎么训练 就与您分享到这里 我们期待 下一讲的再见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您 拜拜